好 继续回来要带你来看的是 三地门乡长许阿桃涉嫌在去年选举期间 以每票1000元的价码买票 被检方认定违反选霸法提起公诉 法院在昨天判决当选无效 检方调查许阿桃在去年底竞选三地门乡长期间 涉嫌透过装缴或是亲自将汇款交付给多位 具有投票权的选民 许阿桃是失口否认买票 认为是遭人夹怨报复 但是多位证人坦诚收贿 检方并且对坦诚帮许阿桃汇选的装脚测谎 并没有出现不实的反应 于是认定许阿桃社会犯行明确 而许阿桃表示要等到判决书之后 才会跟律师来讨论是否要上诉